包包蛋在迷你世界中 他们的脾气非常火爆 看到人类就会爆炸 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很多小伙伴说 包包蛋他属于黑龙的部下 错 其实黑龙并不是他的老大 你们难道不好奇 包包蛋的老大是谁吗 众所周知 包包蛋在远古时期 他们就存在 如果你见过包包蛋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包包蛋在远古时期 他们就异常的火爆 看见人类毫不留情的 就会爆炸 你手机表情报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包包蛋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很多小伙伴说 黑龙才是包包蛋真正的主人 错 其实并不是 你们看 烈焰星上的温度十分的高 而我们发现 包包蛋他最怕的就是岩浆 当他进入岩浆的时候 他就会嗝屁 后来我们发现了包包蛋真正的主人 原来是他 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在包包蛋爆炸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 黑色的圆柱体向外飞射 而这个圆柱体 我们在虚空幻影的旁边 看到了这团火焰 所以说包包蛋 他真正的主人 其实就是虚空幻影 你们知道了吗